这三类老婆虽然是好老婆 但日子却过得很苦很累 希望没有你 听话 善良 体贴 温柔 这也算是个好老婆 但还不是个贤惠的好老婆 贤惠的好老婆 不仅仅需要拥有这些 更重要的是需要拥有 母亲之心 爱人之心 知己之心 女人 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要自立自强 只有自己变得足够优秀 和强大 所有的一切 都会围着你转 你才不会恐惧 有所失去 有一部分女性 在爱情中 很简单的私自我 当她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毫无保留的 把自己的通通奉献出去 等结了婚以后 在外人看来 你的老公娶了一个好妻子 可是 也就是一个好妻子的名号 心甜的苦 估计只需要自己知道 尤其是这三种女 看看 你是吗 第一种老婆 比较顺从 不太会发脾气的 俗话说 人善 被人欺 一个家庭中的女人 更是如此 如果一个女人性格 太过于温顺 脾气太好的话 也可能动不动 就被欺负 在这样的女人心里 根本没有反抗的概念 即便有了矛盾 她们可能更多的是 责怪自己 宽容对方 久而久之 男人会觉得 这是理所当然 甚至更会欺负女人 在这样的婚姻中 女人的痛苦和委屈 只有自己知道 第二种老婆 比较节省 舍不得花钱的人 很多人说 外有挣钱受 家有拒钱抖 意思是男人在外挣钱 女人在家省心 但是 随着社会发展 如今很多女人 也成为了家庭主要的 经济支柱 不仅要照顾家庭 更要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成就 如果这时候 这个女人 还是非常的节省 舍不得给自己花钱 打扮自己 那就显得 不时髦 不能紧跟潮流 也会让男人 很没有面子 其实 这样的女人 虽然把钱省 或者把钱都花在了 家庭孩子身上 可是 老公不但不会感激 还会责怪 甚至会嫌弃 说不定哪一天 自己男人的钱 就会被别的女人花了 第三种老婆 与一般女人相反 比较喜欢 宠着丈夫的人 不管是恋爱中 还是婚姻中 一般情况下 女生都是被宠着 被让着的一方 但是有些女人 恰恰相反 她们就是特别喜欢 宠着自己的男人 在家里 什么都不让老公做 自己像老妈子一样 是和老公 老公过着 半来伤口 一来伸手的日子 在外面呢 如果老公受点委屈 女人都心疼 在这样的家庭中 夫妻双方的地位 完全是相反 男人会觉得理所当然 女人也会让自己受累 因为她要照顾一大家子 不许多疑 女人都心疼 不许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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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